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理师担心引发新入型肺炎 建议送医院建议不检查 医师建议李登辉留院观察与检查 目前李登辉意识清楚 已无大碍 家人全在医院陪同 据台湾媒体报道 李登辉曾因心脏病血管阻塞 多次进行心导管支架脂肪手术 并曾在2015年11月经微中风 此后李登辉死亡的传言就接连不断的出现 2019年9月20号又有传言李登辉因心脏病死于家中 之后王彦军在受访时辟谣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消息传出 2018年11月29号 李登辉又因在家中不慎跌倒 撞到头部 被送往医院 住院近两个月后出院 对此岛内网友嘲讽称 自诩民主推手 实则态度降负 台湾内斗20年的始作俑者 7倍显身码 1倍显身码